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欢迎空 第447章 钟楼建成 系统承认 猴子则负责给上面的工人送瓦 来取如风 看得方正是羡慕不已啊 啥时候他才能一跺脚 飞个三五米高呢 最悠闲呢 那就是松鼠了 每天吃饱了睡 睡饱了吃 看热那就行了 看到方正的影响力后啊 罗祥还有马师傅等人 也是特意问了许多人 关于方正的事情 当听到方正做过的那些事情后 也对方正是肃然起敬 做事更是一丝不苟了 严格到他们都得做到极致 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一点点的差错 他们都会重新来过 然而很快发现浪费的好像有点多了 好在第三天 胖子来了 这里的情况他都清楚 这胖子明显是瘦了一圈 听他说这几天跑了好几个城市 根本就没停过 不过这一脸的笑容 显然是收获不错 一看到方正 就拉着方正的手笑道 大四 多亏你了啊 那笔让我要回来了 瞬间激活了我所有的商务链条 妈的 我这一下子转大发了 一帆风顺 爽的不要不要的了 方正双手核实道 阿弥陀佛 施主多行善 自有福报 和贫僧无关 大师 你这就先虚了 不管咋说 反正我就谢谢你啊 马师傅 你不是说材料不够吗 你要杀材料 你就跟我说 我买最好的 缺多少钱啊 你跟我说 胖子扯着嗓子喊道 胸脯拍得啪啪作响 有了胖子这话呀 马师傅更是精益求精 所有的材料采购 都是亲自上阵 是精挑细选 大师 那是啥 我还有事 你看啊 钟楼有了 是不是还得弄口大钟啊 我让人去收铜了 等收好了 我给你住一口大铜钟 胖子说道 方正摇头道 阿弥陀佛 施主 钟就不用了 贫僧这里 还有一口老钟 已经补好了 只要钟楼好了 就可以用了 老钟 还补好了 咱们这寺院 哪能能用那些寒酸的东西啊 大师 我给你打一口新的 贼大的那种 高三五米那种 咋样 胖子立刻摇头道 方正双手 何时倒 是说 贫僧那口老钟 可是古董啊 而且是祖传下来的 要一代一代的用下去 那你的钟大不 还行 好看不 凑合 声音红亮不 挺响的 这也就一般 不说了 等钟楼修好了 我来看 如果钟不好 我给你换新的 换一个大的 那种啊 是一撞钟 十里地都能听到那种 胖子说道 方正笑而不语 换 胖子也的确是很忙啊 屁股还没做热呢 喝了一口水 就被一连串的电话给催走了 结果没一会儿 猴子就来电话了 大师 胖子给你捐了一座钟楼 阿弥陀佛 是的 方正道 哎哟我靠 这一孙子 过分了啊 大师给他指引了一下 赚了不少 就送了钟楼 我这条命都是大师救的 我还没表示呢 这孙子要是回来 肯定是各种嘲讽 大师啊 我听说 一个寺院有钟楼 还得有鼓楼 对吧 那个啥 胖子的钟楼 啥鬼格 我比他大一倍 我捐一座鼓楼 猴子叫道 方正一听啊 顿时是笑开了花 他发现 最近是走大运呢 不过嘴上却道 感谢施主了 不过施主捐了钟楼 似乎挺贵的 大师 你等一下啊 我去问问 猴子说完 就挂了电话 没一会儿啊 又打了过来 猴子的声音 明显是有些苦彬了 大师啊 这胖子疯了 方正顿时就乐了 知道胖子肯定花了不少钱 猴子估计扛不住了 方正道 施主捐赠无所谓大小 而且钟楼鼓楼要成对 大小相同才好 你弄一个大一倍的 也不好看呢 哎哎对对对对 的确不好看 那个啥 我捐一个一模一样大小的 就那些人 材料我管 猴子道 方正连忙道谢 猴子则连称不敢 猴子心中啊 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他的命是方正救的 这个人情啊 一直也没怎么还 再一个就是啊 他知道胖子 是被方正指点了一下 发了财 那么作为商人的他 立刻意识到了一些东西 方正不仅仅可以救命 还可以送财 那打好关系 绝对是没错 这种钱呢 不能省 于是才有了这么一出 这一笔投资 对于猴子来说 不是小数 但是在他看来 一是还了人情 二是加深感情 这种投资啊 还是很值得的 方正对于猴子的想法 心中自然明白 不过方正也是欣然接受着 一条命换一座古楼 也不过分吧 钱能有命重要吗 挂了电话后啊 马师傅们一会儿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和方正聊了一下设计 以及位置后 就下山采购材料去了 方正本以为 这个钟楼有几天就能修好 结果马师傅等人 太精益求精了 一个月才建造好 还是日夜加班造出来的 整个钟楼 那个山啊 那个雕刻的画柱 飞檐 龙凤 盘绕 是金笔辉煌 还有无数的佛陀影像 一个个是栩栩如生 却又不会显得眼花缭乱 方正只看了一眼 就爱上这个钟楼了 他没见过世界级建筑 是什么样的 但是眼前这个 绝对是他建过最好的钟楼 白云寺霞光寺的钟楼 都不能和这一座比 而更令方正兴奋的是 丁 恭喜你 这座钟楼的匠人师傅 他们穷尽了心血之作 融入了他们对匠人工艺 无以伦比的虔诚的精神 钟楼的每一块石头 每一根木头 每一片瓦片 都凝聚了村民们的善爱 这座钟楼也同样是给予了承认 系统加持开光 钟楼功效 永乐大中所有特效翻倍 壮中之人感悟加倍 方正一听顿时是笑开了花呀 笑得完全都合不拢嘴了 他发现最近他真是他的幸运日啊 哎呀 好事不断呢 他现在开始期待古楼了 材料依然是村民们帮忙下山去买的 而且呀 也是来的人越来越多 也是帮着扛 更热闹的是 知道这些帮助一只寺修古楼 不知道的呀 还以为是一只寺召开了盛大的法会呢 古楼开始动工 方正也没有着急将永乐大中挂下来 他想着等古楼建造好之后 在挂钟也算是一种剪彩仪式吧 钟楼和古楼并不在一只寺里面 一只寺太小了 建造这么大的钟楼古楼 院子根本就放不下 所以呢 钟楼和古楼都在一只寺的外面 寺院两侧一边一个 看起来就如同两个单独的城楼 很是气派 这么多年未曾变化过的一只寺 终于有了大变化 并且多了几分大气 本集播讲完毕